中亞運網球項目在今天總共有七場賽事 率先登場的是女單 葛蘭喬安娜 二十二歲 台銀混血的葛蘭喬安娜是第一次打亞運 那麼在稍早的女單十六強賽事當中 她是以一比六 三比六 不敵賽會第六種子 也是日本選手 在十六強止步 那麼在比賽之前 喬安娜也接受了我們的專訪 談到這次比賽最大的挑戰 最大的考驗應該是天氣吧 因為我習慣在 我平常是在國外訓練 在英國 然後那邊天氣是 會冷 會冷 然後也不像這邊這麼悶 所以我會怕 有點怕熱 我在場地很新 感覺很新 然後很慢 所以來回應該很多 喬安娜女單落敗 相當可惜 另外男單吳東霖也是止步十六強 不過許玉修和莊吉生的男雙 以及是詹詠然詹皓琴的女雙 都是順利晉級八強 以上是記者林米珍 陳馨毅 在杭州掌握的最新訊息